后世人呢 他去了仁千黄陵拿镇魂塔 现在 我要去天宫和妖族一趟 去聚灵珠和聚妖藩 我找你来 是想千亿在这里 等古君上神回来 看舅伯玄有没有别的办法 等等 你说你要帮他倒三宝 事已至此 若他真以一己之力犯下三劫重罪 那就谁也护不了他 倘若他只拿了镇魂塔 有古君上神在 天地只会轻乏于他 那你呢 但三宝齐聚 你们马上封山 我自会向天地认罪 说盗三宝是我的主意 你不要命了 待后世唤醒博玄 就算天宫不妨 只怕我业 天宫和妖族相去试院 要想赶在后世之前 拿到聚灵珠和聚妖藩 你一个人恐怕来不及 玄境宫我熟悉 我去拿聚妖藩 不行 此时事关重大 不能再连累上你 正是因为事关后世 此物才不能不管 快走 一切小心行事 此乃天宫重地 贤杂人等 速速离去 在下北海上军倾慕 是二殿下的挚友 他命我将此物带到天宫 一只宝库内 里面装着何物 在下也不知道 倘若未经二殿下的允许 我也不敢贸然打开 既是二殿下的东西 我等 自会妥善安置 有劳了 告辞 得罪了 天后 青木已经来了天宫 既然敢擅闯天宫 难道是为了任月起而来 还好本军早有准备 凤女找你何事啊 陛下 三日之期已到 青池宫 可有送回日月起 陛下 请与我出去一趟 凤女来报 有人夺我天宫之宝 也不知天后将聚灵珠 放在了哪一个中 对了 聚灵珠是上古神奇 太苍枪 或许能看知己所在 谁 北海上军 怎么是你 陛下 我早就说过 这青木并非什么正人君子 请人来我天宫夺取至宝 您今日亲眼所见 还请严惩 北海上军 你可知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已经出事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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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娟也知北海上君 私闯天宫偷盗宝物一事 莫非北海上君这般忘习 是受您的指示 我没工夫在这儿 跟你耍嘴皮子 这里是九重天宫 天帝天后不曾召见 你要硬闯不成 天帝 轻木入宫是为了借巨灵珠一用 事出情急 才用此非诚之法 借巨灵珠 大可以向天帝直言辨识 为何要用偷这种 最龌龊的手段 很难不让人以为 北海上君有别的目的 以本君看 莫不是为妖族办事 天帝 轻木丝械巨灵珠 甘愿受罚 但我拿此物 是为了救人 和妖神绝物半点关系 天后 我不明白 你为何总要将在下 将青池宫跟妖族勾连在一起 难道在你心里 就这么希望青池宫 是妖族的服用 而不是天宫的主力 是你背叛天宫在先 投靠青池宫在后 如今倒说本君冤枉你 好 那本君问你 三日之期已到 日月几何在 日月几何在 旁人不知 难道天后也不知吗 后迟 后迟 你莫要在这装神弄鬼 有什么话你直说 今日 我不但要直说 还要让仲仙看看 九重天天宫的天后 到底是一副什么面目 北海海底 三手火龙射计偷袭 夺走日月几 是否是你所为 本君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罗刹帝交战 仙妖街看到你掳走了三手火龙 你又作何解释 三手火龙是本君掳走的 本君是想 夺走妖族一名大将 让仙族打退妖族 我何错之有 你还敢替仙妖之战 罗刹帝的战火 连累多少无辜的百姓 他们又有何错 你身为天宫的天后 却屡造事端 构陷青池宫 挑起仙妖纷争 无患 你到底是何居心 后时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本君 你竟然敢在天宫如此暴死 你把天地放在眼里吗 天地再又如何 就算真神在 主神在 若有不公 我亦无惧 这是天界 往后会有人监禁 天下众人 皆以神旗为尊 但真正常存的 唯有人心 若人心为公 则天下为公 若人心为私 就算祖神在此 你等皆要荡平 来日这三界 终究要交到你们手中 天后果然爱惜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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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果然爱惜自己的性命